我剛剛接到通知了 所以如果邀請的話我一定會到 所以我們的人力的確是不足 所以包括選務很繁雜 包括財務更加繁雜 所以整個團隊在工作上面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認真 跟努力的分工 那各私其職也相互尊重 但是這一次是避不開 這些所謂的外部風險 那整個過程 我們沒有把事情做好 這些事情我們本來就應該要負責任 那我們也會虛心接受 也會尊重中兵會的權益 所以我們會按照程序去中兵會做說明 那我們也會希望讓整個事件 讓大家知道說 台灣民眾黨在整個選舉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確是人力不足 沒有把事情做好 我想每個黨內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們也都尊重大家的意見 這是一個多元的政黨 但是我們扪心自問 自己有沒有把事情做好 該做的事情 我們做到了沒有 現在要釐清的是責任 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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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